大陸現在已經慢慢有過年的氣氛 說到了春運第一天登場了 然後這一次春運回家的路 方法好多好多 有人自駕啦 有人坐火車啦 有人是坐飛機或坐高鐵 好 那飛機的這一塊一定要提到 C919這一次第一次參加春運 那我們先說這一次今年中國大春運 全區跨境流動人次 來到九十億人次 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東航旗下的C919四架 要迎來春運的首秀 那更別說在過年之後 他要到新加坡去亮相 航展亮相 央視也提到 C919已經拿到了一千兩百架的訂單了 對 他現在最主要是試駕 要開始春運的時候來用 C919大概就是一百八十個人 但是我們都講到一百九十 所以叫C919 19就是這個一百一百九十 是這樣子 他是個中型 他的距離就是五千五百公里 整個大陸剛好 他沒辦法飛到國際 你說我從亞洲飛到美洲 橫跨整個太平洋一萬公里 那沒有辦法 但是剛好就是區域 換句話說也就是區域的最佳運輸 中運量 剛好又一百九十個人 然後現在最主要他的訂單是要一千兩百架 對 他現在整個出產完畢之後 整個成熟了才開始量產 量產一年是五十架 一年五十萬一千兩百架要二十四年 但是他只是國內的需求量 就已經到一千兩百了 那到現在他現在要去新加坡航展 東南亞向他買 中東向他買 歐洲向他買 那就多了 那他現在就是包含的 他的競爭對手在兩個 一個是空中巴士 另外有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 我們拐三拐 七三七就是了 可以跟它是同量級的 那還有一個空中 我們叫做法國的空中巴士 那空中巴士我們叫A320 差不多 也差不多 是同樣等級的 但是問題是7919有一部分是計轉 那計轉來自於 我們講空中巴士 所以他為什麼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在天群有兩個場 是 是這樣子 計轉 那計轉再加上自己的能量 那整個就成熟了 那成熟之後競爭力就出來 為什麼 一旦量產之後 經濟成本降低 生產成本降低 經濟規模提升 這個報酬規模提升 那就在國際上就競爭量 就競爭力了 為什麼 我價格便宜了 我價格便宜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真的成功的話 就是空中的BRD 會臉壓其他的 為什麼 你可能你要去買兩架 這個波音的737 可以買三到四架的 我的919 天啊 就好用 然後又便宜 又便宜 我剛剛講這個 因為經濟報酬規模了 出來了 你那個一量產之後 便宜了嘛 是這樣 那包含 我想法國的空中巴士 也要稍微緊張 也要緊張 因為它變成了比亞利 比亞利把特斯拉這麼壓下去了 對啊 空中比亞利 那我現在是看了 五年 十年後了 因為五年 十年後 我看了比較遠 五年 十年後 因為它這一大量出來 是大量生產 那這樣的話 大家要向他買 為什麼 你要買一架的波音的737 我可以買兩架 波音的現在有人敢買嗎 那你要不要買 便宜的你要買 又便宜又好用 你要不要買 當然啊 那這樣是不是點壓了 那是不是又是 現在的比亞利一樣 所以你要看空中的比亞利 有可能出來 我認為這個 你看趨勢 你可以看市場的趨勢嘛 那中國大陸你看看它在那個蓄電 就是那個 蓄電就最強的 就最強 那現在它如果是 把飛機的發動機 就是我知道民航用的發動機 它現在戰機的發動機已經成熟了 民航的發動機比戰鬥機 發動機的技術要低 因為戰鬥機是強調的戰鬥 是噴裡的豁燃氣 是強調推力的 推重比的 那我民航機在這一方面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我的 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國際競爭力其實只有兩家公司 一個是 就AB嗎 一個是 我們講到了就是空八 那你這樣的話 那就是商量 那先頂足而立 三分天下 到時候把另外兩個吃掉 可能性不是沒有 是喔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是區域運輸的 我們也講 我們也講雙 雙軸道的 雙軸道是廣體 它雙軸道是大型 我講的是區域運輸 你講的是中型的升級 那中型的話 就把這些通通吃掉了 都有這方面的可能 是有這種可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投入這個領域之後 它就會造成價格的大破壞 然後把它們打成了白菜價 CP值又高 所以將軍提到了 這個C919會變成 空中的比亞迪 那另外 更別說現在美國 現在也很慘 譬如說 再說在質量控制問題 沒有解決前 來看到美國聯邦 航空署的署長說 不同意波音 去擴大生產的要求 那更別說 737 MAX 9型停飛 還被說是壓死波音的 最後一根稻草 這個是阿聯酋的 美聯航的CEO 他們用了好多好多的波音 自己公司 自己國家的公司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還要衷心考慮 737 MAX 10的相關訂單 都是因為阿拉斯加航空 這個事情 讓它真的是太掉期了 另外再來看到 將軍特別提到說 空中比亞迪 那我們就談談比亞迪 對於Tesla的傷害好不好 我們都知道在去年的時候 Tesla就被比亞迪幹掉了 就現在最新消息 是Tesla的股價暴跌12% 市值狂洩了800億美元 慘輸給比亞迪 對 本來的時候 特斯拉是持槍和辣 現在是和西北風 和西北風 你股票跌的不是要和西北風 你股票如果是上漲 每天都是紅盤 你就是持槍和辣 你現在一看股票是往下跑 那不是和西北風 和辣現在變成和西北風 所以我都認為這一個 因為我們先看空中 拐三拐MAX 波音737已經50年了 從第一代出來 已經50年 我認為它的購改是出了問題 因為以前的時候是 以前是空速管在那邊吹 後來變成公角葉片 現在是一個公角環在那邊 你速度現在已經 你看那個飛機有沒有出水一根 不要了 我現在只要公角葉片跟公角環 是這樣子技術已經改改了 但是你問題公角環那個角度在 風在吹的時候 你這個設計要出了問題 因為它的角度是非常靈敏的 對 你稍微一格差很多 我們講說 它是毫里四字千里 就是這個道理 然後你一輸入這個飛航信號的時候 造成它的操控性 它安全界面本來是那麼寬 現在就那麼窄 你超過這個危險 你超過這個危險 那你這樣的話 你要全神貫注盯著它 你的安全預量縮小了 你的危險的量擴大了 這個就是犯了它這一個 但是設計的時候沒有設計 所以覺得設計不好 設計出了問題 你設計出問題之後 你後面 開玩笑你這一量產之後 我們知道以前intel 它一個小小晶片 設計出了問題 虧了5億美元 你整個都要換掉 類似這個樣子 你一個小小的設計出問題 賠大錢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它這個 特斯拉 特斯拉的話 我們就知道 中國大陸是有一些優勢 第一個它有蓄電 電池的優勢 電池也要一些稀土 中國大陸它本來就是產稀土 然後它又產這些 相關的這些設備 而且它的市場規模大 國內市場 國際市場 一開拓之後整個賣出去 而且最重要它的布料是一致的 對 就是說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就不會有其他的 變來變去 對 你其他變去 你走這個 變來變去會找煙望路 煙望路會有很多投資白投資 對 美國常常都是說什麼 到底要不要搞電動車呢 我告訴你 如果是拜登也許想要搞 但是如果是川普上來的話 就不會跟你搞這些電動車了 更別說中國大陸其實也可以有能力 對美國進行相關的卡脖子 譬如說 美國資金說 從去年七月之後 中國大陸家者對美國出口 已經是零了 那我們知道家對於氮化家 就可以打造新型的主動 相控陣雷達嘛 可以用到F35 超級大黃蜂雷達上面都是如此 然後洛克希的馬丁說 他們營收低於預期 因為F35面臨供應鏈中斷 缺工的問題 供應鏈中斷 現在家又不給你 你也有可能更加中斷 好 你卡中國大陸脖子 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反卡你脖子 因為你常常卡人家光科技問題 中國大陸諸歐盟大使 復衝他就說了 在光科技問題上 你不要低估中國人的聰明才卷好嗎 他也提到 歐洲如果封閉鎖國 只會害了你自己 對 美國在中國大陸是卡脖子 中國大陸不會對美國卡脖子 中國大陸是給美國吃拐子 吃拐子 你打過籃球嗎 我拐你一下 因為你要靠近 你窮就要搶到了 我給你拐子 你卡我脖子嘛 那我沒辦法卡你脖子 那我就讓你吃拐子 吃拐子 對 我讓你吃拐子 換句話 兩個都要競爭 不管是經濟戰 貿易戰 智慧財產權之戰 還有科技戰 還有一些 我們講到的其他的這種戰 但是美國在這方面 我認為有時候要考慮到制度上 因為美國是多元社會 你知道充電器有好幾個格式 你要大小 你是大頭還是小頭 大陸不要就是一個 統一 統一成本就降低 對 統一就方便 你不要問什麼 就是那個充電器 就這樣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你不會 那你是要大的充電機 還是小的充電機 太麻煩了 而且你好幾套 對 人家一套十塊錢 你三套三十塊 對 哪個便宜 當然是 所以你要看他這個 多元有多元的負擔 但是他單一有單一的經濟效益 你要怎麼去走 而且整個國家大戰略的時候 那不是一個人 是14億個人的分量 那就要想到這個是 這個積少成多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好 那變成這樣 那中國大陸有時候在制度上 在政策上就佔有優勢 延續性 有一致性 那美國就不是 多元的話 你沒辦法要求完全一致 那大家各 當然這個在多元之爭競爭的時候 也會造成進步 因為競爭才會有進步 對 因為它的進步 是達到它的優 但是它的多元也造成 這個層次形式格號不一 這是你的負擔 那你要在優跟劣之間 成長跟負擔之間 你要去取得平衡 那這個取得平衡 不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有的是必多利少 那最好是什麼 當然是利多必少 但是你這個要怎麼去拿捏 沒有那麼簡單 那誰做裁判 沒有裁判 因為自由經濟是沒有裁判的 大家 什麼要裁判 市場價格 誰賣便宜誰是王道 你這車子 比亞利便宜 又好 那我買比亞利低 特斯拉又貴又不好 那我幹嘛 你會買特斯拉嗎 你就不會了 因為這個是市場決定 市場價格是由看不勝的手來決定 空虛 對 但是 將軍講的是一個 經濟上的一個論點 不過呢 美國常用的不同的方式 去卡別人 他就製造了貿易的壁壘 比如說 比亞迪就賣不到美國去嘛 比亞迪就沒有辦法賣到很多的地方 因為就被卡了嘛 還有呢 中國大陸的手機很好用啊 什麼的也不斷被卡 台灣就買不到什麼華為的東西嘛 這就是呢 你用的是 用政治思考去管這個商業的邏輯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美國要對中國大陸唯獨 現在也被說你B21呢 急著量產 急什麼呢 好 五角大陸證實 B21開始量產了 B21啊 比B2呢小 載蛋量也小 但是呢 它基本比較便宜啦 所以呢 它採購量是100架 希望能夠部署在全球的地方 對準中國大陸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說 中國大陸有好幾種方式 可以對付你B21 我先簡單開個頭 比如說 空井3000 還有呢 可以用遠程的方式 去打你的基地 源頭打擊 另外呢 我可以打你空中加油機 還有呢 也可以對它 那個殲20 也可以呢 對它進行攔截 另外呢 更別說 天機系統 就好像中國大陸的金鐘罩一樣 我也可以看得到 你發射的導彈 將軍我們先來講 中國大陸的空井3000 為什麼能夠呢 去捕捉到B21啊 因為空井3000 它是一個 第一個在空中 我們在空中是沒有任何的屏蔽的 看得清楚 而且它的坡比較強 空井3000是空井2000的改良板 對 那這樣 因為它又是噴射 航程是不是更遠 可以及早預支 因為 因為逆中喔 你要越近才可以 它逆中還是看得到啦 它只是可能 還是看得到 遠的時候像一張這個 A4 B4的紙那麼大小 但是越近 那個雷達波還是看到了 是看到了 那我就讓這個空井3000 又可以飛的 前置超前 我不要在本土 即早發現 你要不要向前部署 那空井3000就向前部署 所以預警的時間長了 對 你這個就變成你的安全 我們講的這個空間眾生 空間眾生出來 我先早點發現你 那美國這個B21 它在去年的 2023年的11月10號首飛 對 12月才公佈出它的照片 它這個非常貴喔 現在是5.6億美元 將來因為通膨的關係 我判斷 絕對超過6億 而且它做的是要規定 怎麼寫100架 美國當初設計是要出產 145架 為什麼降了 因為它 太貴了 越做越貴 太貴了 預算只有追加 預算不會追減的 因為你通膨嘛 材料會越來越貴嘛 那現在 它現在要做到145架 看它錢 它會向下秀 它這個最重要是要取代 我們講的B2 B2 B2 因為B2空中暴力 已經60多年了 從越戰 越戰B2就在轟炸北越了 那越戰已經結束快50年了 你都還在用 不行 它總要太除了 那太除的話 有誰期待就B210 對 那B210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它逆中 它第六代轟炸機 這是最好的 然後它又比較小 B2比較大 B210是比較小 B210為什麼 我要逆中 當然要小 第三個 B210是沒有辦法超音速 對 因為我要逆中 逆中你的氣中力就改變了 你看它 我講到怪型怪狀的 流線型就不見了 為什麼 它要把這個雷達波 把它反射 折射反射掉 讓你沒辦法收到 但是還是會收到 還是會收到 你要強波 要強波 要強波 我認為要強波的話 可能要到X-band X-band有8000兆核以上 非常強波 跟人一直在造X光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 它可以有人跟無人 我現在設定無人 它可以無人 因為已經全部都數位化 電子化了 這個任務有危險 我就把它設定為無人 進入轟炸 進入載彈過去 幾乎所有的傳統的這些 怎麼接手遠距搖攻武器 都可以裝進去 那都有炸彈艙 所以它的載彈量不大 為什麼 它只能在裡面 如果掛在外面都看到了 我要逆中 我都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你載彈量收錢 所以它沒辦法超音速 那沒辦法超音速 它的突防 就會稍微受一點影響 就會可能被殲20打 殲20我超音速來追你 我看到你了 雷達你可以引申了 目視絕對看得到 我們講逆中 你逆中是對雷達逆中 目視看到就是看到 你還怎麼樣 我追著你打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B21 它貴 它也可以去破解它 強迫雷達 空井3000 還有到時候 你如果對著目標去去 你到現場去看 要目視 目視所敵 也都可以 所以我們先講到 說剛剛將軍提到了 空井3000 是可以看得到你 而且它讓 中國大陸 預警時間更長了 另外再來看到 還有四招可以來制敵 剛剛特別提到了 將軍特別先講了這個 叫殲20 殲20它其實 其實是可以 比你快 更比如說 我們也提到了 雙座版殲20 它其實也可以 指揮中全遼機等等 這一招怎麼去對付它 因為殲20它是雙發 雙發它可以最大速度 可以到達2.2倍音速馬赫 雙發推力就快 第二個 我雙座 我前座飛行員 我專心來飛行 後座就無選關 無選關專門去 對空中的障礙 實施攻擊打擊 或者對海 或對地打擊 是這個樣 你後面專門 實施攻擊打擊 我前面專門負責 分工分清的 我前面專門來飛行 那這樣子的話 對B21來看的話 你逆中對逆中 你這個B21不見得 看得到我 對啊 因為我也是逆中 你也是逆中 然後這個還有這個 加上它的忠誠療機 B21說打它的話 打這個前二零的時候 打到忠誠療機 對 我會派我忠誠療機去擋子彈 對 就為我犧牲嘛 是這個意思嘛 但是問題是 兩個逆中在一起的時候 B21會被先發現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相位正列的時候 你B21要大 你逆中你B21要大 你體積大 被破逆中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為逆中效果 以它的體積成反比 你體積越大 逆中效果越差 對 那這樣子 他們兩個誰大 當然是B21要大 那這樣子 那B21到最後會被先發現 對 那被發現的話 手被發現就是先被攻擊 先被攻擊 一定的嘛 那這樣子 所以逆中要對逆中 對 因為你逆中不對逆中 你拿了平常的時候 殲15殲16 就沒辦法了 因為人家很久就看到你了 對 被人家看到現在的飛彈 我們講霹靂15以上 都是200公里 對 我很久就先打你了 超視距就打擊到了 超視距嘛 我力先下手為強嘛 打仗的時候 都是分秒之差的 所以都要先下手為強 因為戰機操縱即逝 你一旦沒有先下手 把它毀滅 它毀滅你 一定是這樣 那第一個 先鎖敵 先目視 先發現 再先攻擊 對 所以你看 空警3000可以先看到你 那更別說 它也可以把數據傳給殲20 殲20跟你逆中對逆中 所以呢 它可以先發現到你之後 把你給幹掉 那更別說 你知道其實 也可以從源頭去打擊它 因為可以用遠距的 遠程導彈去攻擊B21的基地 讓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起飛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B21到底放哪個基地 你要放沖繩嗎 放哪裡呢 放關島嗎 都有一些關島快遞可以打到 那更別說 你要逆中沒有錯 但是你空中加油機 沒辦法逆中啊 我們也可以去打 它的這個空中加油機 還有呢 中國大陸呢 也有天機的預警系統 這個呢 就可以把你發射的導彈 進行攔截 對這個 它這裡剛才講到 打它的這個 源頭打擊 這是義大利的 我們空拳的始祖 杜黑 杜黑講的 毀基地 倒鳥巢 你要毀滅那個鳥 你把它鳥巢倒掉 它小鳥就沒有了嘛 對 那這個一樣嘛 它那個機場 你把機場炸掉 它的B21就沒了嘛 這時候這麼起飛 就是杜黑的自空論 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講到了 使用遠程的彈道飛彈 去攻擊它的B21機 整個一炸毀 你就攤毀 源頭打擊 你的B21好貴喔 一價六億美元 就沒了 你有十價六十億 通通毀掉 就是源頭打擊嘛 是 導彈直接下去 而且中國大陸導彈 這個高效運輸導彈一堆 一堆就這樣 幾個 而且它還突防 變成一個直直型的滑翔彈 下去 你還沒辦法追蹤它 因為它會變軌 你變軌 一算之後 又對了 在A點 其實你又發射了 它已經跑到B點 然後它變軌 變軌三次 一旦變軌三次完畢之後 已經命中目標了 你根本來不及 那第二個 空中加油機 也是遠程打擊 今天它這個 實施突防去攻擊的時候 那它要回程 或者在過去的時候 要先空中加油 要加油 把空中加油機打掉 空中加油絕對是一個戰略目標 是 就跟我們講到的 在民國44年 就是1955年的 我們講到的 一江山戰役 那時候中共掌握了空缺 因為中共已經 米格15已經進來了 1955年進來了 我們的羅先生 飛機過去的時候 沒有辦法回來 因為 沒空中加油 沒有油 也不能空中加油 沒有油 所以絕對不能過去 過去的時候 去一架掉一架 那這個很簡單 把空中加油機是不是打掉 那你就有去無回 同樣的油 戰鬥群先打空中加油機 你不管K7四棟 或者K7135 把它幹掉 幹掉之後 你就逼兩腰 沒油了吧 因為逼兩腰 畢竟逆中戰機它設計 每一個人 你看那個車子 打開蓋子一看 都滿滿的 塞得滿滿的 好像空間沒有 好像要拆那個引擎很困難 它說一樣 彈艙油艙什麼 都卡得很緊 那油量就不夠 那油量不夠 要空中加油 那油量空中加油 沒有空中加油機 那就沒了 你就自己 找個地方 海上迫降 那就報銷了 對啊沒錯 還有呢 更別說中國大陸 天機系統 衛星這些 可以捕捉你相關的導彈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